人们依序排队接受发放的盛餐饼 但新冠肺炎全球蔓延 这样的近距离接触很可能导致疫情升温 新加坡在14号宣布新增9起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其中6起疑似因为参加了宗教活动因此感染 也让新加坡目前出现了5大感染群 包括新加坡基督生命堂 中药行永泰行 还有军月酒店 石立达航空领工地 以及最新传出的神招会恩典堂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14号前往张云机场 为第一线人员打气 他也坦言新冠肺炎爆发后重创经济 而且可能会比2003年SARS时期还严重 不排除经济陷入衰退 新加坡当局目前已经把疾病爆发应对系统等级 从黄色调高到橘色警示 但暂时无意调到最高的红色级别 对于受到重挫的观光和服务业 政府也将资助4万名司机 在未来三个月能获得折合台币 3万8千多元的补助 借坦荣仪最后报道